由於Test Tool 和 Half Yearly Examination 他們的內容很相似 所以都想藉著溫Test Tool 和大家一起準備一下 Half Yearly Examination 始終溫習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藉著不同的途徑、不同的方法去溫習 除了看片之外,大家都可以在Google Classroom 找到很多有用的溫習材料 而特別特別重要的已經在Announcement 說了 在這裡也想首先跟大家回顧一下 Test Tool 各班的成績 成績最好的就是 3A 班 平均分有27.38分 排第二的就是 3E 班 最高分的同學也是來自 3A 40分滿分裡面有39分 不過我特別想提一提的是 3C 班 因為3C 班的進步是非常非常顯著的 相對於之前的Test 1 Test 2 3C 班得多了 7.57分 所以他們的平均分也突飛萬進 這裡也想頒一個獎杯給 3C 班 首先都要由MC 開始講 除了講那條題目的答案之外 都想給大家一些提示 第一條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olitical leaders were one of the Big 3 i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有四個人 這四個分別就是 Wilson Bismarck Lloyd George 和楊思楷 你會記得首先 Big 3是三個國家的 Britain France 那其中呢 Wilson和 Lloyd George 就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來的 其餘的兩個就不是啦 所以答案呢 就是B 第一個提示就是 每題highlight寫remark 第二條是關於grade depression 哪一個是錯誤的 那你會見到呢 C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因為C是講到United Nation United Nation 不是為了要解決grade depression 帶來的經濟問題的嘛 那所以C是錯誤的 這裡都有發現 有些同學沒有什麼信心 未必可以完整地去理解整句句子 那這裡第二個提示就是 小心閱讀長句子 第三條MC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ere once French colonies? 哪一個是法國的殖民地呢 那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直接提過的 那我們可以留意一下去排除法 那首先第三和第四 Japan呢本身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印度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經常提到的 英國殖民地來的 那所以呢剩下兩個呢 就是一 Morocco 和二 Vietnam 那特別是Morocco 其實我們是有提過的書 因為書呢有兩次Moroccan Crisis 而法國是擊敗了德國 拿到Morocco 所以呢法國呢是Morocco的中主國 答案是A的 那所以這裡的提示 第三個提示是 難分歐斯不歐斯 大家呢最緊要都是冷靜地去看一看題目 在第四題呢就相對容易啦 只要找了書一定會懂的 In which year did the second world war end 那這裡呢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啦 Paris Peace Conference啦 Great Depression啦等等呢 都很有機會會問的 那這個答案呢就是D 1945年 那第四個提示就是 重要年份會在考 第五條啦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ere members of the Allied pow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那這裡呢 要記住 Allied power versus SS power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兩批的國家去打的啦 那這裡呢我們會見到呢 第一 Germany 第二 Japan 他們呢就明顯是SS power啦 那所以呢答案呢就是3和4 Sophia Union 和Britain 那答案就是D啦 那這些題目呢就經常考的啦 那我下次可能會問SS power 又或者是問First of War的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的 那所以第五個提示就是 這類題目經常見 好Session B Fear in the Blends 那這裡呢都有兩點呢就是想提回大家的 第一呢就是發覺有些重要的字眼呢 大家串得不是很熟的 例如我列了Mussolini、Farsism、Farsis等等呢 都有不少跟我串錯啦 第二就是不同的Hints呢其實都給了大家的 那令到這條題目呢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你在問題的前面啦或者後面啦 其實都會找到很多提示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的 好不好 這裡就是Session B Fear in the Blends的一些提議 意見 那第六個Tips就是 串字始終是基礎 Session C Matching 那這一部分呢特別要提兩樣東西的 第一樣呢就是希望大家關注 Research Exercise Tool 在這一份功課裡面呢 大家其實呢是有填過不同國家的領袖的 那很多時候呢在Session C Matching這部分呢 出人物題的時候都是用回上面最重要的領袖 第二個Tips呢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記屬回這些領袖的國籍啦 因為呢我們很多時候呢 只是需要highlight回一個國籍 就好像我們在這一版 highlight國籍呢 大家九成的題目呢已經可以拿到分的了 好不好 那所以這裡呢是有少少的提示 Tips 7 人物國籍是線索 來到Session D啦 就是排序 那都想大家把六件的歷史事件 排回那個次序啦 那為了令到題目淺少少呢 那我都加了一件事件 那將這件事件放在中間的 那如果你有意識的話 都會知道 然後二、三是屬於First World War 四、五、六是Second World War 那這樣再將二、三的因果關係找出來 四、五、六的因果關係找出來呢 就可以拿到這五分的了 例如Sarajful Incident 導致了First World War 跟著呢下面呢 就是Great Depression 導致了德國經濟困難 希特拉因而崛起 希特拉崛起呢 其中的因素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那這裡呢就是一些排序啦 那這個是Level 1的做法 如果Level 2其實更加厲害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不同的事件的年份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呢 就根據那個年份呢 就把他們的次序 寫回答案那裡 所以第八個Tips就是 認清事件因與果 Session E是地圖題啦 就想令到題目簡單一點 所以呢 就加了Hints 再加上呢 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想問一些Great Powers 所以通常呢 三至四條都是問Great Powers 例如英國啊 德國等等 而小國呢 通常我們是不會太多的 那而有Hints呢 大家其實可以 ignore了Hints的 直接看著那幅地圖 都可以拿到這五分的 如果你不看地圖 這樣讀Hints 又可以拿到五分的 最重要大家是有溫習啦 其實都強烈建議大家呢 真是背屬地圖 因為一百年前和現在的地圖呢 除了巴爾幹半島之外呢 其實相差不遠的 大家遲些去旅行啊 又或者是升學啊 其實都是很重要 是幫到大家的未來的 好嗎 那第九個Tips呢 就是地圖來去 差不遠 最後一部分呢 就是database question 那在database question裡面呢 其實題目來來去去 提形都差不多的 例如第一條呢 就是trend trend of unemployed population in Germany 那這裡呢 都有少少提示的 就是大家呢 真是要做回database question 看回marking scheme的 有很多時候呢 題目沒有問你的 你就不要去答 例如這裡呢 就是問你trend而已 trend就是趋勢 increase還是decrease 你不需要給理由 不需要給理由 例如 你不需要說 因為grade depression 所以導致了很多人失業 另一方面 你也不需要提納稅黨的投票率 因為呢 題目沒有問到這一點的 好嗎 那所以呢 你要拿到三分 首先 答到increase還是decrease 跟著 頭 尾 的數據 即是1928年 和1933年的數據 那就可以拿到三分的了 所以第十個Tips呢 就是直接答題年數據 另一類熱門的題型呢 就是identify 那例如呢 這一條就是identify country x shows in source b 那這裡呢 其實又不是很難的 因為你如果你有溫書 或者上課專心的呢 其實就見到 sauce b上面的內容呢 就是正正我們上課講的 一些簡略的部分 那你要答的就是指出國家 country x is the united states 跟著呢 就是要答回兩個可以幫助你認識 這個國家的提示 例如他的政策 相關的總統等等 那這裡呢 有些同學沒有了分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united states 美國是有五十個州的 所以呢 states要加個s 那tips11呢 就是狂抄不一定有分 question c 呢 也都是identify identify country y shows in source c 那country y 就是britain 因為又是了 大家如果有溫書呢 或者又是如果有上課專心呢 一定會很熟悉了 因為這個國家是跟appeasement policy有關的 那你可以提到的一些提示就是 哇 grey depression 影響他很大 或者他是 實行了appeasement policy 最後一個呢 也都可以提到的就是 他跟德國簽了munic agreement 那第十二個tips呢 就是 上課有聽一定懂 來到最後一題 question d what were the impact of the grey depression 那這裡呢 六分題 大家必須要用回sauce a sauce b 和sauce c 去作答 那例如第一個sauce呢 是提到 德國的失業率很高 而支持納粹的人呢 也都越來越多 那這裡你很明顯可以指出 great depression led to the rise of narcissism in Germany 那這裡又是了 你可以說回兩條線的相關的數據 跟著呢 就可以拿到兩分的了 那記住呢 真的要根據回sauce去作答 第二 我們會見到呢 就是關於united states的 united states呢 就是實行了孤立主義 那為什麼要實行孤立主義呢 你可以根據回sauce 去簡單介紹一下的 那最後呢 就是britain和france了 因為都有給了一點點提示大家 如果大家想拿到這六分呢 那三段呢 分別要由不同國家去著眼的 那第三呢 就是britain and france 他們因為great depression 所以被迫實行 appeasement policy 那這裡呢 你也都嘗試summarize sauce c 相關的內容呢 去填寫回 就拿到第二分的了 那這裡呢 加上呢 完整的格式呢 就可以令到你 拿齊六分 tips twelve 就是跟蹤格式 而滿分 在完結之前呢 都想看一看大家 half yearly examination 的一些格式 例如 總分呢 是60分 大家有45分鐘時間去考的 而 分了六個部分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這六個部分的了 分別是MC啦 還有是填充啦 配對啦 時序啦 地圖啦 最後就是DB Hill的 那這裡呢 都祝大家呢 溫得認真 考得高分 這幾天呢 已搜羅了精美貼紙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